G7峰會週一在法國落幕 七國領導人發表聯合聲明 重申中英聯合聲明的存在與重要性 支持香港自治權 對此中共強烈不滿 中華民國外交部週二表示 對G7完全理解與尊重 美國總統川普喊話習近平冷靜處理香港問題 G7七國集團峰會週一在法國落幕 七國領導人發表聯合聲明 重申中英聯合聲明的存在與重要性 以及規定的香港自治權 呼籲避免暴力 各方保持冷靜 美國總統川普在G7峰會 會晤印度總理莫迪時表示 希望中方習近平冷靜處理香港問題 這樣會有很正面的結果 中國外交部強烈不滿 要G7別說三道四 不過中華民國外交部表示 完全尊重理解G7 重申支持港人追求民主自由 呼籲港府回應訴求 G7相關的這個發展完全理解完全尊重 第三我們也是呼籲北京跟香港當局 不要把情緒這個情勢惡化的這個責任 推卸給不存在的外力的介入 不要拒絕跟人民對話 中共屢次聲稱 中英聯合聲明是過時無效的歷史文件 不具有任何現實意義及約束力 英國首相強森在G7強調 其國領導人深切關注香港情況 其國都致力於香港一國兩制框架 其他人也在電視 陳令教練家委 張東旭 綜合報導